大家上午好 今天 今天是我们这种 动物链系统 升级升华的一个 非常具有纪念的意义的一天 今天是我们 自由能公司 二期车间 入室夺口的 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 时间 回想一下 这个二期车间 从2020年5月25号 到今天 5月22号任势合场 我们历经了两年的 辛苦的 努力 二期车间 本着 高标准高气量规划 高质量的 实施建设 以未来为反向 全新的起点 魔化二期车间的 规划和建设 首先在规划方面 我们结合 全国的 退先机的经验 我们对二期车间进行了 智慧化 流程化 信息化的 生产管理的 硬件的事情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一楼 我们是我们的生产区 二楼 一会儿我们 早晚已逝 我们会参观二楼 二楼呢 都是通过两边的管道 大家看到两边的手上 管道 能接到我们 方面的 容器 一级的原料区 一级原料区 通过管道 输送到 我们的车间 我们车间在通过二楼内面 各项的自控的系统 自动系统 自动承重 自动运算 自动搅拌 形成的二楼 形成我们的 半生种的 合成 然后 再通过 每一条线 每一条线 上面 是有两个原料杠 实现不经济收场 整个 供应的系统 我们体现了智慧化 自动化 自动化的设计里面 我们通过这样的设计 的 一楼 外围的原料区 到我们的输送区 到我们二楼的半成品 到一楼的半成品 到一楼的半成品 我们实现了全 链条的 数据化的生产制造 第二 我们在整个工厂的建设 部分当中 我们本年高质量 长远的发展的要求 我们 升级我们的生产设施 社会系统 我们这些车间的 中国的工厂设施 社会 代表了 当前 国内 国产设施 当初的 最高领域的 这个设备水 我们 这个车间 除了用的 我们的电器 我们都是用的 上海河土的 最知名的 每个电箱 一个防暴箱 是五万多 我们的风扇 用的上海河路 我们每一个线管 大家关注 我们用的都是 网组红缸 的这个 这个穿线管 我们的电线 用的网络新兴 我们每个照片 都用的 五十八分点 我们的生产线 都 这个装有水域的自动 假扎系统 每一条线 我们都有自动的 这个 这个停机的 安全的检测 和自动停机装置 我们做的 材料 料缸 都用的 三零四零缸 所以 我们 这个车间 我们希望的话呢 在这个 这么好的 设备 和配备上面 能实现 我们 高质量产品的制造 那么 咱后期 自由能 我们 我们的发展的方向 我们是家庭 生活 日化成品 所以 这个车间的造成 也就意义 意味着自由能 的发展 进入了第二篇章 新的阶段 我们 我们 刚才管理的代表 刚才 他是 做车间的 车间主任 他 首先 已经做了相关的 使用 对这个车间的话呢 要 一 一 要表态 改靠我们 公车间的 二 要做好 管理 也做了相关的表态 我们的股东代表呢 也对我们的企业 对我们的企业管理层 对我们企业的员工 也持出更高的期望和要求 那么 在此呢 我也代表我们公司 代表我们的管理层 代表我们 企业的员工 这个 提出两点要求 一 一定要 安全 是奉献 这意思 贯 判到 企业的员工 没有安全 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生产和企业中 一定要 坚守 安全的员工 肃绝 安全的员工 要实现 安全的员工 不仅仅是 安全的生产 还要我们 每个员工 不要安全 不要出现疯狂 不要出现 一些 第三方的 健康的所有人 安全 安全问题 第二 要坚守 质量的员工 没有质量是没有未来 没有质量是哪个车 所以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生命性 质量大于比较 在我们公司 一再强量 质量 是我们企业的未来 所以 我们希望随着我们 二期这个车间的投产 这么好的设施 设备 这么好的场景 那我们一定要生产出 国内一流的成品 我们要生产出 我们让顾客发现的产品 要让我们的产品 可以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不仅仅是满意 而且还要形成依赖 第三 第三 我教你们 我们的 日化车间的 对 你当日还没什么 啊 在我们 他带兵总监的 管理之下 能把这个车间 真正 作为 我们自由轮将来 车间管理的 标杆 模范 真正按照 美兰索索的现场管理 ILS的标准 来管理我们这个工程 把这个车间打造成 我们企业的明星车间 我相信 在我们股东的支持下 在我们全学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在我们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主动进步的 中约辈子下 我们一定能实现 上述目标 为自由能的发展 做出民营的贡献 为我们的普通利益的提升 做出民营的贡献 为自由能将来 在行业当中 进入 头部企业 贡献我们的共同力量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实现 也必然会实现 大家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谢谢